黄城巷府是清代非常著名的大学士 陈廷庆的故居 也是中国5A级景区 总共占地面积为3.6万平方米 是中国现从为数不多的明清两代 记住我说两个字 明清两代官幻住宅建筑群 那整个黄城巷府 它是分为内城跟外城的 而且内城跟外城它的建筑年代是不一样的 在这里要注意 内城是始建于明崇征六年 1633年 建造之初是为了躲避明末清初的战乱而建 那整个内城它是衣衫而建 最高的地方建在了半山腰上 是中国非常典型的防御性的城堡 而外城是完工于康熙42年 也就是公元1703年 是康熙年间大学士陈廷庆所建 建成之后呢 康熙也曾经两次在这里下榻 黄城巷府也因为康熙的到来而声名远扬 而且也因为了陈廷庆的知名度 在一时间成为了中国北方第一文化大展 大家注意啊 整个黄城巷府这套展院呢 它是历经了三代 总共耗时70余年才建完 在这里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它比故宫建造的时间还要长 那故宫的建造时间呢 才仅仅用了13年 而这个黄城巷府呢 它用了整整的70余年 所以说从建造这个时间来说的话 黄城巷府 其实你不来也可以想象到 黄城巷府它这个规模到底有多大 整个黄城巷府呢 如果你清零这里 你会感觉到它的气势磅礴 非常壮观 当你看从这个城墙最高的地方 往下看的时候呢 非常非常壮观 只有你亲眼所见呢 你才会知道 在你以前所听到 人们对它的赞美呢 一点都不过分 那么接下来呢 就跟着我们的镜头 一起来让大家游览一下 这个黄城巷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